速 weet 使 刷刷刷 这儿不用你做保洁了 可以出去了 对不起 吵到你了 我会安静的 我坐完了就走 我命令你 马上给我出去 好 得了 尊重您的意见 我马上消失 不是 白部长 我前两天跟您说那事 您考虑怎么样 打消你的念头 宝洁云的工作做得不重要 还想干别的 我劝你啊 还是另模高久 看你年纪也一大把了 最好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 更不要浪费他人的时间 我明白 时间就是生命 可问题是我真的是一颗镜头 特别想在你这儿发光 离开这里 阳光与你同在 白部长 您太不了解我 我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 我认准了在您这儿发光 哪儿我都不去 尤其是那么不信任我 我必须证明给你看我是金子 才有意思 证明给别人看有什么金呀 你只要给我一点点机会 我就会还你一个奇迹 我已经说的够多了 你再这样 我叫保安了 好 我马上走 我明白 你还需要再静静 赫总 您过来了 这我看过了很好 我想起他是谁了 你也不用说 我早就知道了 既然你知道了 何不让他在这儿灿烂一下呢 我需要我的团队 每个人都可以职业一点 有职业的行为方式 我可不善用这种乖胎 不善用这种没有勇气 正是他过去的伪君子 再说了 我更不会用一个酒鬼 你说得也很有道理 不过先不要急于下结论 这个人哪 还是有他的长处 适用于下也无妨 您要是非要用这个人的话 那我 又要提出辞职是不是 借于我们刚才 这个清洁员的一句话 他既然把发光的地儿 选在这儿 我们何不给他一个 灿烂的机会呢 那我们 不不不 我这只是建议 决定权在你 喂 吴迪啊 我这忙着呢 什么事啊 谁找我 行行行行 我马上过来啊 吴迪 你怎么干上保安了呀 这叫天将将大日移四日夜 必先苦其心志 明白吧 不明白 听你姐说 你们已经好长一段时间 不联系了 你干嘛呀 姐弟之间 不至于要记那么大的仇吧 我没那么小心眼 当初我姐那一巴掌 在我心里早就化成恨铁不成康的爱 时刻警醒着我 要做一个有出息的男人 否则 我就没脸见他老人家了 对了 今天见我的事千万别跟我姐说了 不然她又该骂我了 我不是怕她骂我 我是怕她知道我干这个 再气着自己 你把你姐想成什么人了 其实你姐挺惦记你的 我谢谢她惦记我 在我事业成功之前 最好把我忘了 刚才你说我姐健身房怎么办 吴迪 谁找我 老爷你好 新卖啊 你来干嘛来了 买保险啊 买什么保险啊 我特意来找你的 找我 走 咱们车上说去 行 走 我也听你 听什么呀 你帮我在这儿看会儿 不是 行了 新卖 你这才来肯定是帮别人 传达指示的吧 说吧 老爷 我今天来找你吧 并不是燕子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吧 有些事情您有必要知道 什么事啊 燕子现在很矛盾 如果太阳他们去搞医学美容会所的话 那就意味着 得把自己一手经营的健身馆放弃 你是知道的 那健身馆对于燕子来说 行了 行了 别说了 谢谢你正常跑来告诉我这些 放心吧 我会处理的 我会处理的 像这样子 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老爷 你那么才华横溢的 什么工作找不着啊 干吗要这么苦了自己啊 这苦吗 不苦 劳动者最够人 而且我告诉你秘密 劳动还能创作奇迹 你回去转告一下燕子 找个好人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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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吗 找个好人嫁了吧 毅然嫁了吧 云然 你不得了 你没见过 好人嫁了 好吧 你还要找个好人 slave 我都找个好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告诉你 严报酬 该说的我都说了 如果真的出了事 我看你怎么收场 我不用收场 我直接突然跳下去 你来收拾满意了吧 严报酬 这日子我过冬了 我让你保证 叶子现在很忙碌 如果答应他们 去搞医学美容贵所的话 那就意味着 得把自己一手无形经营的 健身馆放弃 行吧 你回去找个以前叶子 找个好人家 真的 都要生了 严报 Fellow Derry 你温 valves 曇鸟 都要서 都说清楚了 你别以为我跟你离婚 是为了你那几个臭钱 我是怕把你好不容易 创下的家业给毁掉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 复婚 还债 第二 如果你不愿意复婚 你有什么想法的话 我可以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你 我作为潜伏我正式通知你 你能不能再去找一个好的 去过你的日子去 别管我们俩 我们俩是好是坏无乐意 我现在没你有钱 你别把他灌出一身毛病来 我养活不起 叶宝九 你给我记住 你今天说的话 是坏无恶